也能给我吃了 它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欧巴蛤蜊 它带着海南热带水果的热情来了 这个夏天最火的色号 火龙果色 下来一趟 可以了吗 你们家有养铁吗 吃啊 你想怎么吃呢 你去帮我淘汰椰子 哦 先拿下 火龙果肉拿来炸汁 把它泡不紧 下入300毫升的水 炸好的果汁 我滤一下 准备了500克的糯米粉 倒进去 加入火龙果汁 把它们搅拌均匀 揉捏至这样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 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然后取出一小块 大概60克 揉成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圆形 就这样子 那就可以慢慢去按压它 稍微按得均匀 压成一张面变酱 放到这个蒸汁当中 最后一块 带上锅盆 起火蒸它 这个好熟 你要吃铁奶鲜吗 那我就放点糖一会儿 倒点白砂糖一会儿 搅拌一下就好了 好 我就熟了 熟透了 哇熟透了 炸一点椰子再上去 您不要西边多炸了 不要追 不如下再翻炸了 热不烏的时候又糯洁糯洁了 嫂子 这样特别好 炒熟